Hello大家好,我是明威 鸡蛋不要再煮着吃了 吃一次这样的空气炸锅神仙做法 以后你再也不煮着吃了,太香了 很多朋友都担心空气炸锅烤鸡蛋会不会炸 掌握这几个小技巧 鸡蛋个个完整,一个都不会炸 鸡蛋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到水里面浸泡两三分钟 然后再用个白结布把它清洗干净 要不然这个味道你懂得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洗好的鸡蛋重新放回一个大盆里 我们在放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现在还不能把它弄破 洗好的鸡蛋里面我们加入多一些的白醋 这里用白醋燃软滑蛋壳还可以杀菌 再加入能够墨鱼鸡蛋的清水 让它在这里浸泡15分钟 您看一下,我们加了醋浸泡的鸡蛋 表面都是这些微微的小气孔 鸡蛋准备好后我们来切上一点生姜 这个东西可不是沙子,也不是黄土 这是我们上一期做盐菊花生剩下的盐 没有花椒八角桂皮香叶 可以这样的盐有复合香味 把我们泡好的鸡蛋放到这个盐巴里面滚一滚 让它一圈都可以均匀地裹上一层盐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锡子 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长度 因为它的宽度有点高 我们可以对方分开,分成两个来用 锡子上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姜片 再放上我们已经裹好盐的鸡蛋 视频中这样两边先把它捏起来 然后剩一段两头同样是把它包紧 这里我们要注意需要用锡子 把鸡蛋完全包裹住 也不要让它有空气 也不要把锡子弄破 这是鸡蛋不会炸的关键 把包裹好的鸡蛋像视频中这样摆入空气炸锅 不要太拥挤像这样 只需要摆放进去即可 第二个关键点又来咯 我们先150度烤15分钟 这个阶段我们只是先把鸡蛋烤熟 烤熟后不要立即打开 让它在里面焖上个三五分钟 让鸡蛋有一个降温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鸡蛋一点都不会破 非常的完整 这个时候鸡蛋已经熟了 但是现在的鸡蛋还超级无敌烫 我们找个勺子 把它表面敲一敲 把鸡蛋壳敲碎 这样它的香味以及盐 就可以浓落到鸡蛋里面 烤这个鸡蛋真的是烤得满无飘香 特别好闻 敲好之后 我们重新把它放回空气炸锅 这一次我们是为了把鸡蛋烤焦烤香 200度烤20分钟中途 10分钟的时候放一次面 烤这个鸡蛋真的是太香了 超级好闻 这样烤好的鸡蛋虽然不会冒烟 但是非常的烫 千万不要用手去拿 你闻一闻 真的超级超级香 稍微放凉一下 我们再把它打开 开香味扑鼻 这样我们汉正方的同款烤鸡蛋就完成了 不需要去韩国也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烤鸡蛋 可以看得见蛋黄已经烤成微黄色特别的香 就是太烫了又太残忍 在剥鸡蛋的时候被烫得手舞足道 看一下这样的鸡蛋谁能不爱吃呢 喷香喷香的 这样烤过的蛋白外表变得非常的Q弹又入味 关键是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你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鸡蛋没有谁可以抵挡的料 比煮的好吃十倍都不止 蛋白咸香Q弹 里面的蛋黄沙沙的超级好吃 我非常建议你要上上去来试一下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